Wayalara Wayalara Love you 各位同学,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欢迎回到旅线公益教室的时间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啊 欢迎回到旅线公益教室的时间 这礼拜过得如何呀? 那今天要推什么东西让大家入坑呢? 要做这个作品 这个简易的圆框 简易的圆框 它比较简单,也是一种变化 也是一种变化 那这个更简单 更简单 插一插就结束了 很简单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变化 那它这个可以依照你的空峰的大小 自己去调整 快速的调整 好 那我们就介绍这样的一个制作方式 介绍这个 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材料 材料有2.0的软线 然后跟2.5的软线 2.5的宝蓝色 跟2.0的软线 然后跟1.5的 也跟一个小转轴 是0号的小转轴 还有工具 尖嘴钳 尖嘴钳 斜口钳 圆嘴钳 还有一个平塞 大的平塞 那这个大的平塞的话 这个同学都可以找到大约的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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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这边大约是 33 34 那这个 同学自己自备 好 那我们要介绍一下怎么去制作这个作品 首先呢 我们先准备这个2.0的 2.0的 10公分 10公分 4条就可以 就可以了 从一堆铝线里面去放一些 线材 4条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修头修尾呢 都可以 10公分 10公分 线杀顺直一下 好了以后啊 我们可以把它选择把它滚直 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短短的很好滚直 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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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滚直 滚直好了以后啊 我们就拿起我们的圆嘴钳 拿起我们圆嘴钳 夹住 大概转一下 转个小圆 哦 放手 再转一次 这样子 转起来这样子 快到了时候 一个小圆出来 慢慢的把它转下来 这时候你可以用手 这时候可以用手 用转的 做成这样子 做成这样子 那我们这四个啊 都把它做成相同的 相同的样式 这四个都把它做成相同的样式 好 那我们就把它完成 好 那我们就 大致的完成了这 四根 这四根 大约就好 不用非常的 非常的对称 不用到非常的对称 也在比较好 比较适合创作 好 那 在这个头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把它剪成斜斜的 把它剪成斜斜的 剪成这样斜斜的 这样斜斜的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先放在旁边 好 那我们拿起我们的那个 液径接头 液径接头 那这个是那个 就是 四寸乘以三又二分之一寸的 如果同学要去买的话 就是四寸的 四寸的 然后乘以三又二分之一寸 可有可物 或者是在家里面找一个 找一个大小同样的圆 像是大的保特瓶啊 那个圆的东西 这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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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十点五公分左右的一个圆 拿起来 那我们线啊 这个我们选用宝蓝色的 稍微顺一下线 稍微顺一下线 把线稍微顺一下 那至于要不要滚平呢 呃 见仁见智 如果同学想要把它滚平的话 顺不直 就把它滚平 顺的直就这样子 拿着 绕起来 绕起来 这样子 绕起来后放松 放松它就够圆了 它就够圆了 那够圆以后大概切起把它剪掉 切起把它剪断 这样子 剪断 剪断以后啊 剪断以后 我们稍稍啊 再把它剪成斜的 剪成斜的 再把它剪成斜的 剪成斜的之前 还没操作 我们就先这样子 那我们先处理这边的 我们先处理这边的 那一样 拿起我们刚刚的2.5的线 刚刚拿起我们刚刚的2.5的线 我稍微修一下 我这边绕着 绕个五圈 一 二 三 四 五 绕完五圈之后 然后 你也可以 绕六圈也可以 六圈 然后 这边稍微要断线了 这边太长了 线可以再顺一下 然后把转轴丢进去 把转轴丢进去 转轴丢进去 然后这里啊 这里直接反折 直接反折 因为它软软的线很好处理 就这样反折 那你可以 你可以用挂的 也可以用这种勾环的都好 这样子 再把它推过来一点 再绕个五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 线留在下面 稍微退一下线 稍微退一下线 让它可以好好的拿出来 断线 五圈五圈 那就是断在下面 这个剪是比较注意的 因为怕剪到第二条线 所以剪得比较小心一点 这转轴好了 那就把它塞进去 把它塞进去 放心 它一定是松的 因为刚刚有退线 刚刚有退线 就把它推来 这个中心点 那个水平 中心点 圆切的部分 不够再推一点点 抓一下 OK 你这时候也可以放在桌上 把它压平 那这时候 这里 这里可以稍微夹紧一下 这里可以稍微夹紧一下 因为 已经确定位置了 就把它夹紧 但是不要夹到整个变形 夹紧就好了 或者同学常创作的话 就可以去买一瓶快杆 或者是你那个 黏 黏那个 黏一个空缝的一个保用胶 都可以 快杆这边点一下 好 这里好了 那我们这边大概抓个 抓个1.5公分 这边大概抓1.5公分 摺 摺起来 摺90度 也不是摺90度 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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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大概1.5公分左右 对称 这边一样摺90度 摺水平 摺水平 好 那这里 这里我们就要定位了 我们这个要定位 这是拿起我们的麦克笔 麦克笔 我这边先画一个点 好 然后对称过来 圆切过来 圆切过来 这边 看一下 看一下嘛 这边跟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水平没有 然后移过去一点点 应该有了 这要常做 我拿起我们的圆嘴钳 拿起我们的圆嘴钳 圆嘴钳 戳一下 不要戳到自己的手 这边戳一下 好 这样子拿起来 尖嘴钳夹着 塞进去 夹着短短的 会比较好塞 夹太长它会滑 你做完以后 你做完以后 这个作品以后就发现 这么简单 老师这个简单 不用讲我也会 那就做吧 那就做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很简单的作品 把它调整一下 让它置中 让它置中一下 高低落差 调整一下 置中 就是这个到这个的中间 置中 我等一下 好 好了以后 放着 这时候你可以放在桌上了 这时候也可以放在桌上 它就可以沾得稳稳的 然后再拿起 我们的麦克比来 点四个点 点四个点 不是这样的十字点 不是这样的十字点 因为插这边的话 容易 容易跟 跟这里面的铝线打架 所以我们点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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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再拿起我们的圆嘴钳 搓它 待会带 稍稍的带斜的 那这个老师是 这个 这个锥型 是有点颠倒的 那同学可以选择这个 面积比较大的 去做底座也可以 按照同学的想法去做 都搓好了 那我们这里拿起我们的 刚才做好的小花朵 插进去 记得 短短的 夹住短短的 推下去 好 推 好 好 推 那留这个螺旋的部分 就是拿来做延伸 跟 就是如果你空缸 比较大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拉高一点 把它转高一点 好 好 在这边把它调整一下 左右开一下 左右开 然后这时候 如果你空缸 比较大颗的话 你就把它转上来 比较高的话 就把它转上来 就固定 就这样子 比较小的话 就把它转下去 好 那都调整到 差不多了 放在桌上 那我们这个啊 快杆就真的要点一下了 快杆或者是你的保用膠 就这个 软木塞的部分啊 它那个 孔啊 就用力的点下去 没问题 不用担心 好 当然这边 插进去的位置 也要点一下 好 那就放着 等它干 好 等它干了以后 它就可以 这样子空缸 它就可以把它放上去了 好 放上去 稍微把它拉下去 或是把它夾紧 把它夾紧 这个把它稍微夾紧也可以 不要伤到空缸 但是它可以很好的固定住 跟那个螺旋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风格不同 然后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操作 那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那个 挂钩 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串起来 可以这样串起来 那也是不错的一个 这个 改变 比较简单 不用那么的麻烦 还要去绑线 那个圆环 圆环的部分 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圆环一条线 一条线 在这边要绑线 还要再做螺旋 有些同学 可能手没有那么的 听话 那做这个 就比较简单了 快速 又美观 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让同学在创作空缝的家 可以更加的灵活 更加的有风格 可以转来转去 好的 那今天的DIY教学就到这边 同学们 有机会的话 右下角这边点选一下赞 有时间的话 右下角这边点选一下赞 透过你的赞 会让这支影片有更多的同学知道 有这样的免费的DIY教学影片 那老师这边呢 是专业为履性DIY创作的一个频道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在右下角这边点选 订阅 追踪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在创作的路上 有你有我 就不寂寞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DIY教学就到这边 很简单的 同学们 我们下礼拜见啰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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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